我是Yo,又是我 一个每天在网络上潜水 看帖子不按赞的老人 今天看到这一则新闻 说是一名华裔保险经纪 为了月路过万 不惜辞去RM7000令吉的工作 飞去菲律宾的赌场当核官 没想到被卖住宰到了缅甸的诈骗园区 有兴趣了解内闻的朋友 我也会把新闻的patch和新闻的传送门 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你们也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怎么说呢 有人会说他不是真心被骗 而是自愿,就是贪心 无论是什么原因被卖住宰 贪心也好,为了高兴也好 自愿的都好,无知也好 我只能说用一点尝试来思考吧 人没有知识不可怕 可是人没有尝试的话才可怕 为什么会认为去一些货币价值 经济都已经比自己国家还要烂的地方去打工 能获得比自己国家更高的工资呢 你又不会说当地的语言 如果那个国家真的有那么高兴的工作 本地人还不抢到爆吗 为什么他们要特地用那么高的薪水去请外国人呢 或者是现实一点吧 你现在就只能做一份薪水那么低的工作 凭什么?凭什么你会觉得你这个经验没有什么都不会的外人 却能得到这样的机会 明明比马来西亚强的国家有那么多 靠近东马、沙巴、沙拉越就有一个文来 西马也有新加坡 这两个国家的汇率都是一样的三倍多 今天我在录制影片的时候 他们的汇率已经来到了一块钱 可以换3.5马币了 其次是日本、台湾以及一大堆的白人国家 很多即使是做最基础的工作 那工资也是吊打马来西亚的 那么多的选择你却不选 非得要去一些菲律宾、泰国、缅甸 比马来西亚还要落后的国家去找所谓的高薪工作 怕不是你脑子里有洞吧 好了,我自己是比较相信人性本恶的 很多的诈骗被骗其实也不是人没有尝试 而是马来西亚有那么一群人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讨厌各种规矩 就是不爱正当的道路 特别偏爱 纵爱于一些捞篇、走篇门 走灰色地带 喜欢那种不劳而获 觉得很自由 你看Money Game在马来西亚有多猖狂就知道了 很多贪婪的人宁可相信自己的运气 能在Money Game里赚到钱 也不愿意去学习长期投资 对于被骗去缅甸做诈骗 我自己是更倾向于相信贪婪的人 绝对会比无知的人来得还要多 虽然是有一部分的人是真的被骗去缅甸做诈骗的 但是我相信很多做诈骗的 其实都是包着诈骗来钱快而自愿去的 只不过到了缅甸之后发现自己没天赋 做不到业绩 人又走不掉 诈骗集团又不养废物 当自己没能力骗不到钱 没业绩就会被鞭打被虐待 甚至会被威胁 再做不到业绩的话就会卖掉你的器官 才开始不断的向外求救 打感情牌 说自己是被骗的 求民间的组织 求国家 求政府 救自己 我并不会去责备国家 为什么不去想办法救人 又或者是民间的组织 逐渐开始放弃救援 因为牺牲自己和伙伴的几条命 去救这一些 自愿上当过去的住宅 我是觉得不值得了 我并没有什么大爱 就是觉得做诈骗和做赌博的人 能少一个就少一个祸害吧 珍惜生命远离诈骗 带着你的脑子思考 不要再去相信 那些比自己国家还要落后的地方 可以给你更高的薪水 我是又 又是我 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